快快 去上路 去上路 我真的去呢 啊 它又被堆了 手速快一点 对面是不是外星人啊 杀不过啊 啊 我手机呢 我那也没有啦 啊 这叫 给你们玩手机超过8小时 手机就会自动启动外星模式 想要找回手机 就要先找到外星人 留言是宇宙飞船 我是在做梦吗 啊 这是什么 上面还有字 你 这难道就是那个外星人吗 赶紧念去看 一 住 嗯 你们还有开门啊 好像是一些线索呀 一共四个线索 那我们一人两个 咱们走去找 第一个看起来像是一个衣柜 咱们找上去 哇塞 衣柜里家有这么多东西啊 究竟是哪个呀 上面写着黄字 应该是黄色的东西吧 在哪里呀 诶 这有个断木棠啊 而且还是黄色的 难道我们在这里面 开 哇 是一个金黄的风格曼星人 要看她的眼睛 她能爆焦呢 等等一看 我已经找到第一个外星人了 你的呢 我还没看到找呢 你说的 这个就像什么呀 笨蛋 这么明显 你看就是楼梯啊 楼梯 赶紧去找找看 走喽 嗯 果然又是黄霸桃 我也找到了 果然在楼梯上 是个粉色的黄霸桃哦 嘿 嗯 白色的外星人 她的眼睛还是红色的呢 眼睛能爆焦哦 还有两个线索 先来看我吧 这个很明显就是窗户和窗帘啊 去阳台退开 可是阳台没窗帘啊 难道是这个窗帘 拉开 放下了 紫色的黄霸桃也送进去了 快打开 打开 哇 五色的外星人 她的眼睛还是红色的哦 现在已经找到三个外星人了 继续来找最后一个 这个看起来好像冰箱啊 上面写着蓝 难道是蓝色的黄霸桃 嘿 嗯 冰箱里没有黄霸桃 不是冰箱呢 那这个是什么呀 我们要是门哎 啊 那咱们进门口找一张 开门 突然在这里 这人会是什么颜色的外星人呢 赶紧来看一看 嘿 嗯 小子累死了 这长得也太冲了吧 外星人已经熄熄了 我们的手机呢 蓝色的东西还有大纸条 从大脑变成浆糊 你们的手机就会出现 大脑怎么变成浆糊啊 如果是外星人脑子里没有浆糊 咱们赶紧解开来看一看 来看我的精英术术 外星人 简报红水球 绿水球 颜色变得好丑啊 轮到我的巧克力和小白了 你们的眼睛真的太大了 领妆爆开 你小心点啊 我剪 嗯 依然没有爆开 而且里面还是紫色的水哦 这一只不用说 肯定是红色的水 轻轻戳了一下 不急 不过他俩的脑子里 好像戳了水 啥都没啊 乖乖 外星人脑子里面根本没有浆糊 全都是水 这该怎么办呢 哎 有了 把他们变成泥 不就是浆糊了吗 说的有道理 来给他们脑子里面的水 加点液体浆 再来点仙女的口水 浇浇浇浇浇浇 完成了 饿喝完以后 竟然变成了肉粉色 我还在里面加了一些 blingbling的装束呢 是不是很好看呀 这下 它应该像是浆糊了吧 手机手机快出来 手机真的回来了 把他的手机放进盆中 再来点奶盖 用泡沫把他的手机盖住 一个埋在巨型打泥堂里 一个放在爱心模具底下 在宝箱里面藏一个 眼罩底下藏一个 星空袋里面放一个 小龙 今天就要发生机灯了 我好担心啊 快点快点啊 你怎么还在玩手机啊 电子口诗不肯定考灵风啊 我今天不赶紧玩 你别手机就要被磨双了 小龙又是再这样玩下去 肯定会完蛋的 不行 我得帮他借网瘾 嗯 看来又该藏一波手机了 嘿嘿 整股 开始 索若 门后有你的快递 兄弟们 我马上回来 等我一下 嘿嘿 拿到了他的手机 把他的手机放进盆中 再来点奶盖 用泡沫把他的手机盖住 再寄出提前准备好的模型机 一个埋在巨型打泥堂里 一个放在爱心模具底下 白宝箱里面藏一个 眼罩底下藏一个 星空袋里面放一个 全部藏好了 我回来了 我先走了 就叫我兄弟们我回来了 哎 我手机呢 肯定又是被鬼鬼掏起来的 这里怎么还有纸条啊 该不会都是藏手机的线索吧 哎 又得开始找手机了 先来找第一个吧 这不懂爱心 难道是爱心巧克力 嘿 也没有啊 还被鬼鬼偷吃了几个巧克力 家里哪里还有爱心啊 哎 正好是六个爱心 手机出来吧 找到了 这手感不对啊 开机 果然又是模型机 继续来看第二个线索 这是啥 眼睛这么大 哦 眼中 小眼睛我找到你了 没有啊 哦 是真真人心的 大眼门发现你咯 找到了啊 我的手机原来在这里哦 哦 这个手机上怎么有气泡啊 果然又是假的 再见在里第三个 这个看起来画得乱七八糟的 小伙伴们帮我看看 这到底是什么呀 实在看不出来 再先求助一下 哎 带路上一个小可爱 说是宝箱 咱们扯出去 这些本上里面都是空的呀 哎 在这 拜托千万别是模型机 看机 哦 又是啊 产生最后两个 已经找出来了 先来看这个圆圆的 那这个形状像不像平底锅啊 平底锅里通道道的 难道是小圆光 啥也不是 还有什么是圆圆的呀 哦 大皮蛋 都捡老干皮了 我的 手机出来了 哎 不用看 又是模型机 还剩最后一个限度 我就不仅找不到我的手机 这圆圆的不像是鸡蛋吗 超鸡蛋 鸡蛋 没有 那肯定是在彩蛋里面 好像也没有啊 家里哪里还有蛋呢 哦 想想 这里还有金空袋 手机果然在这里面 终于可以玩一游戏了 蛤 怎么反而是模型机啊 乖乖 我的手机呢 你先上班机嘛 来玩我这个的泡沫鸣啊 我才不想玩泡沫的 我要我的手机 我 我怎么知道你的手机在哪啊 我要去玩咯 拜拜 就干嘛 你们说我的手机到底在哪啊 但不告诉我吧 把手机塞进泥浆里 嘿嘿 这个丢进水里 藏在一堆臭牛里 鸣鸣一个 丢到海洋宝宝里面去 扯方 那只要只要一块钱 来 鸣鸣鸣只要五块 太便宜了 鸣鸣 热口的蛋糕 看起来好好吃啊 别别别别别别别 最尖的小鹿 每一天高学回来 都抱着手机在那里买买买 这样下去可不行啊 我得拯救一下它 嘿嘿 记住我新买的密码箱 小鹿 不在我上你的快递 放门口了 那可疑是我买的东西到了 我去拿 我的骗走了 记住我新买的密码箱 把它的手机藏进去 设置密码 我将密码是6个6 千万不要告诉小鹿 因为 我还准备了三个手机模型 把它们分别藏起来 这一下看我怎么整的 啊 我手机了 是不是在上次那里又淘起来了 谁让你太爱乱花钱了 这是寻找手机的线索 如果你要能找到 那就像您 又找我 给你点小小的惩罚 先来个最简单的 这不是高脚杯吗 咱们家唯一的高脚杯就是它了 这么简单就被我找到了 抽一抽 好鸡鸭啊 我的手机 它都变得脏兮兮的了 怎么还没电了呀 你敢冲着电 还不亮 吃个模型机啊 你又骗我 那你赶紧来看下一个线索啊 这个是什么呀 给你个提示 装臭女儿的地方 我知道了 放在角落的臭纸箱 我的手机呢 把它开 发现了 这下得是真的了吧 我要买东西 还是假的 鬼鬼 到底在哪里 找不到你就找第三个简单啊 第三个线索 让我来推了一下 砖头的盒子里放了这么多点点 弄棉亮色的 想不到 该给我提示 遇到水会变大的东西 溢水变大了 我知道 我就是海洋宝宝了 你竟然敢把我的手机放进海洋宝宝里 我等你别玩了 找到了 在这里 上面全都是水 都黑瓶了 你竟然消手机 怎么半天还是不要啊 难道是进水了吗 又是假的模型机 我已经失去耐心了 把把手机交出来 这还有最后一个简单 是在大海里吗 怎么看不懂啊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吗 快给点提示啊 哪儿哪儿都不带相啊 到底在哪里啊 我的手机 钱包在水里面 哪是不能吹干呀 吹了一个小时 才发现 它又是毛巾机 手机到底在哪里 我等你把你这个人的另外的都给我 我才不会告诉你手机在哪里呢 不告诉我 我自己也有办法 我要使出我的绝招了 嘿 紫围 我在这里 这是什么 你打多少 我有什么叫什么 一 二 三 四 五 不对 还不对 小伙伴们 你们这个面包是多少呀